哈囉 everybody 我是辛培 我又放假出來啦 我最近在當兵嘛 一個禮拜可以放一支架 好爽啊 好啦 今天是神魔之塔這個獨龍夢魘集的復刻喔 夢魘集對大家現在來說都是輕輕鬆鬆隨便打都可以過了啦 那我們就一邊打一邊來聊聊我在當兵中發生的事情 我跟你講 因為我現在離開成功嶺了 我現在在烏來 新店旁邊的烏來 山上的一個地方做專業訓練 我不能跟你講是哪裡 因為有規定不能講 然後 我在那邊 因為那邊的建築物都很老舊 而且在山區喔 我們有發生一些事情 我個人覺得 幹真的 這輩子遇到一次這樣的事情真的是有點扯 好 我們一邊打一邊講 第一關遇到三隻小怪 路西法隊我們選擇配的是 木 玩具 然後薩魯曼 火彈還有素王 為什麼這樣配呢 因為王關我還是需要回復力喔 需要很高很高的回復力才可以將獨龍一波帶走 當兵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一定會感冒 你會被同梯的人傳染 好啦 一邊轉一邊講 我把音樂關掉好了 事情是這樣子的喔 因為呢 我離開成功嶺之後 我們就到屋萊了嘛 就是因為我是司法行政 然後 就到屋萊的山區裡面去做專業訓練 然後因為那邊呢 離北宜公路很近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多傳說 那我們都聽聽就算 因為其實我個人是不太信這個 可是 就是我進去的第一個晚上 因為兩個人一間房間 我跟我的室友 就是我隔壁的人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一關上燈 我們的天花板人開始發出奇怪的聲音 我住四樓 四零六號房 四零六號房 五樓沒有住人 我們是頂樓了 因為我號碼是很後面的 我是 六十幾號 所以我不能講我幾號 我就是六十幾號 是算後面的 然後重點是 晚上就聽到很奇怪的聲音 我們想說應該是 就是溫差大 溫差大 誰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多想 可是我第一個晚上 我瘋狂的做惡夢 我夢到一位 嘿嘿哀哀 我沒有見過他的一個學長 就是當兵 比我們早進去 我們通通都叫做學長 然後重點是 在夢裡面啊 他就不斷的罵 然後不斷的 就是 羞辱我們這樣子 然後我有夢到他的記憶 他被怎麼樣欺負之類 然後 我隔壁睡醒後 因為中間一直醒過來 你會覺得 心跳呼吸很急促 然後 一閉上眼睛 就很多那種片段 一直散到你腦袋裡面 那真的是 很不舒服 然後 第二天我就發高燒 我真的發高燒 我同梯的全部可以做證明 超扯 我就發高燒 然後晚上那個 負責我們的輔導員 就帶我去看醫生 看醫生後 我就吃藥 吃完藥以後 有好一點 晚上我就睡覺 那 第二天睡覺的時候 就比較好 沒有做太多奇怪的夢 可是還是睡不好 我還是一直醒過來 然後到第三天 第三天 我又夢到了那位黑黑暗黑的學長 這次我還夢到了他的名字 他叫做許忠偉 中華的中言無許 然後秘字部的那個位 然後夢裡面呢 我夢到的是 他帶我們跑三千公尺 不斷的罵我們 然後他還拿了一把菜刀 跟在我們後面 我就瞬間下醒 重點是 讓我覺得毛的不是做這個夢 而是我下醒的同時 那時候是兩點半 因為我後來看手錶 我旁邊的室友 就是睡我隔壁床的室友 因為我們兩個人一間嘛 他突然也醒過來 也坐起來 我就問他說 你沒睡喔 他說 他也做噩夢 可是他不記得他夢到什麼 我就毛啦 靠腰勒 我做噩夢跟你做噩夢 而且兩人同時醒來的幾率 大概他媽的 比我要追到慕容死的幾率還低啊 太扯啦 欸靠我 我為什麼要這樣靠北自己啊 好辛酸喔 反正就覺得 幹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啊 太扯了 然後呢 隔天 我就 因為你知道 早上睡醒就很可怕 你就開始一直想這件事情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就跑來問輔導員 說 這邊到底有沒有死過人啊 那輔導員問我 怎麼可能 我們這邊是 這一間整棟 因為我們的宿舍很新 我們的宿舍是新的 可是因為 其他建築物都很老老舊 我宿舍旁邊有一間廁所 那間廁所 我是整個已經 救到那種 就像鬼片裡面的那種廁所 旁邊有青胎 然後裡面烏漆媽黑的 然後 還有一個禮堂 完全因為上次颱風已經徹底報廢 裡面都那種 鑽網那邊掉下來啊 然後裡面是我連封鎖線的那種 就很像拍鬼片的現場 那種鬼來電的那種現場 然後 輔導員就跟我說沒有啊 然後重點是 我們同學 又一直在那邊講說什麼 他們晚上也有聽到隔壁子 有在講話啊 什麼之類的 於是我今天出來放假 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去收盡 我受不了 真的很可怕 我跟你講我已經就是 感冒不舒服 一個禮拜了 就是在那邊專訓一個禮拜嘛 我剛剛忘了講 這邊要洗個技能 這邊要洗個技能 這邊專訓一個禮拜 我就是 一進去第一天發完高症後 我就開始一直咳 然後呢 一直人不舒服 一直到今天出來後 我好多了 就只剩下咳嗽喔 我就完全沒有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知道去當兵啊 最好還是帶個佛珠 或者是 護身符之類的喔 噢 當兵鬼故事真的很多 你聽聽後你會整個覺得 噢好可怕喔 你不想要站少 你不想站在那邊 那下恐怖 這些人怎麼那麼可怕 好啦 這種奇異的旅程 我們就講到這邊啦 我們把音樂打開喔 好的 我們現在一路黏喔 用露西法隊有個好處 就是你只要轉直排四顆 你就可以不斷的製造新珠 新珠兼具所有符文效果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相當相當好用的喔 來這邊打進化素材 很輕鬆喔 很輕鬆 來這邊說 那進化素材會把這個 整個版面變問號珠怎麼辦啊 新珠 我告訴你不要害怕喔 真的不用害怕 因為你還有一隻露西法可以開喔 完全不是問題 重點是你還有減傷 他打你不痛 不痛 完全不痛 你看才打八千 才打一個八千 基本上不痛不癢 不痛不癢 好的 那也不用轉太高combo 稍微再洗一下下 看能不能把第二隻露西法的技能 也稍微洗一點出來 待會可以比較保險的 直接進化關喔 好 就直接轉四康一塌不天降 你看我從來沒有轉高康 我在講故事嘛 很專心的講故事 我也沒很認真轉出 但是完全沒有死掉 好 建議大家毒龍一定要記得解放喔 毒龍解放真的太好用了喔 真的太好用了 好這地方要五屬盾 那我們就直接先把一隻露西法打開喔 先把一隻露西法打開之後呢 把整個版面的溫號珠消掉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消五屬喔 這只要一消到它就是死喔 一消到它就是死喔 因為它血量很少很少 好這裡我們直接轉 結果我發現 靠北我沒有火珠 好沒關係 接下來是缺什麼 缺水珠 你拿到 靠北 好不過就我們妖精隊而言呢 我們回復力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你回不來的問題阿 完全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阿 相信我相信我 好這地方轉到五屬後 我手就放開啦 剩下靠天降 因為它血量很少 你再一轉到它就死定了 所以這地方你只要可以拿來洗技能 每回合學回血 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咳嗽 好這地方有風化珠 那各位不要害怕 它把我們附屬技能全部消除 這兩回合後呢 我的陸西法就會跳起來 所以基本上對我們來說呢 沒有什麼太大困難之處喔 就每回合把這個風化珠消掉 那它打你不會痛 慢慢的回 那每回合打掉它一點血 基本上它很快就死了 它很快就死了 那因為它每回合呢 都會把我們的這個 板面重置喔 本的板面重置 所以呢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的新珠斷了怎麼辦 因為基本上它轉出來 大部分都有新珠 大部分都是有新珠 除非你真的衰到爆炸喔 好我們陸西法要跳啦 他又打我啦 我把陸西法打開 爽爽的 靠北 這樣就不太爽 好還是切得漂漂亮亮的 會斜轉就這點好啊 有沒有看到 一個六康 不過沒關係 攻擊力上面很夠 接下來它會再次出現風化珠 會斜轉的好處就是呢 你完全不用害怕 你轉不出四顆來喔 完全不用害怕 你轉不出四顆來 直排四顆天降 一大補新珠 哇超爽 每回合把血量回滿 這邊稍微再洗個幾回合 好我們就可以跟這隻 爽爽的說再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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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故意把那顆留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按住魚有點遠 我不想消它了 沒關係待會再消 好一波帶走啦 接下來進入王關 獨龍的第一條血 首先你攻擊力會歸零 也就是說你要靠新珠 撐過三回合 但對我們的路西法隊來說 我根本不會缺新珠啊 因爲我是新巴比倫啊 什麼新巴比倫 轉直排四顆必定天降新珠 新珠兼具所有福祉的效果 這非常非常好用喔 這邊你要撐過四回合 如果你撐不到 我只能說你真的就碎 你真的就碎 你真的就碎 不是我在說而已 好這裡就讓他補血 有沒有看到我每回合 把血量回滿之後呢 他打我就沒那麼痛 就沒那麼痛 好記得每回合 都一定是轉三個牌的四顆喔 這樣你才可以確定 你一定可以回到血喔 一定可以回到血 因爲三排嘛 連下來畢竟連在一起 你如果是兩排 又隔了中間一個 那不一定會連在一起喔 好我們進入王關 王關的第一條血 就這樣可以結束了 因爲血量其實不多 真的不多 好就這樣 手就放開 我轉了個五排 喔好不舒服 好他差不多要隔屁啦 那這地方其實很簡單喔 你就直接再轉一次 再轉一次喔 再轉一次 轉了一個版面基本六 天獎必定七 喔天獎到了八 九 哇一波帶走沒有問題 好進入王關 王關第一條血 是我們的風化豬 兩顆 那基本上這地方直接把所有技能全部開 全開喔 全開記得是全開 好傳承也開 然後路西法再開 開完之後呢 就直接手轉啦 我相信以大家現在手轉的能力 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風化豬他媽看起來有點討厭 不過沒有關係 根據辛培的這個 使用方式一定是可以一波帶走 耶 哇幹 靠北 沒死 沒死 好吧再再一次吧 隨便你啦 哇秋 是哇秋 哇秋 毒龍 毒龍再見 恭喜你 耶 臨時通關 我是辛培 那基本上呢 禮拜天 我又會再回去做四天的專業訓練 專業訓練完之後 我就下單位分發啦 接下來我就可以每天錄影片 陪大家 喇賽喇迪賽啦 我們下禮拜四見啦 掰掰 不對喔 你們要看地獄幾個禮拜五 掰掰